潘先生,你讲到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和这个教育有关的,其中我刚才看到您的这个里面讲,其中一个就是讲物理师。 我觉得物理师是不是就是国内的health physicist? 不是。 不是,在您能不能讲到这个物理师是什么样的定义,然后需要什么样的这种教育背景? 就是这个,你刚才说的health physics,这个是我前面说的有的保健物理。 这保健物理呢,实际上就是负责防护。 这物理师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整流治疗,然后你寄生它的剂量,然后包括它的,控制它的剂量,控制它的万维,就是这些这个,好了。 你就是我们说这个medical physicist?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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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有些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呢,就是干这个事。 但是在大陆讲起来呢,它不是,有一个卫生部,万化的一个这个,第一个人事部,万化的一个这个定义里面,就没有这个。 那您能不能讲一下,在大陆的话,对这方面,大陆的这些医院啊,等等的,对它的需求量有多大? 总共的需求量有多大? 这需求量,这需求量我就说不出来了,但是这个量肯定是,呃,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呃,应该,市场面每一个这个,这个治疗的这个地方呢,它都应该配备这个物理室。 好了,所以这个人寿肯定是一千计,不是这个,以博,是我们现在这个,可能在座有的知道,这个搜索大学,就原来的搜索医学院,它有一个叫,叫这个,红色卫生系,它那个系里面,变业的这个,不认知,事实的人,现在都是干这个事。 就这个,就这个,这个,哦,好了,所以这个,这个,这个需求啊,是很大的,就美国应该有,军本有这个,军念,就,你作为这个medical physics,有这个军念。 我從香港大學過來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不算太懂 但是呢 有個澳大利亞的教授 一個女教授 一直跟蹤這些核電站的核輻射 我們在視頻上看到她 到處在講學 她就說 不用說你這個 這個輔導啊 那個 那個 那個缺貝爾等等 就正常的輻射 正常的核電站 你們想著事故的 輻射情況都很厲害 在她的說法 就簡直這些國家都是罪犯 坑人 當然我不知道這個情況 我想問一 你知不知道 二 她的研究 國際那個原子能機構 知不知道她的研究 或者她的研究 有沒有引起你們的重視 我想想問一下這個 這具體的我不太清楚 這位教授 但是 你的核電站 排放的東西 你包括測量 這都可以測得出來的 任何人都可以拿著你去 可以測量 她接待部不會是很大的 她等於那個 我剛才說 等於那個 沒電站排出來的這個 就是 四分之一 就包括護導 護導發生事故以後 我去了兩次 去了兩次 我身上都帶了一個尼器 帶了一個尼器 來去測 那她的那些 她也蒙不了的 好了 所以這個文章 我倒是願意看看這個文章 就是看她怎麼 具體的怎麼寫的 她怎麼說的 我倒是確定了 我以前沒劇 澳大利亞這位教授的文章 郭教授 其實 因為我們港大的教授 我想可以真的機會 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我知道 有很多人反核的 在座有很多教授 其實還有很多同學 其實這個問題 並不難解決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 我們只要有一個新的發言 寫篇文章 總是會有人登的 對不對 這就是 Ref you read 基本上的好處 但是據我所知 因為我問過很多 對何方式有意見的人 他們的意見可能是有道理的 但是他們都沒有發表文章 他們都沒有說是經過 Ref you read article 你知道 如果說你有一個 Ref you read article 只要有人review過 我們在座都出過很多文章 其實文章在社會上已經很多了 但是一般很多反核 他並沒有這種Ref you read 其實我們也很想看到這樣的文章 所以如果有這個文章 我也很想看到這個文章 但是我曾經問過很多人 都沒有看到 就在報紙寫這個文章 不算 就是有經過Ref you read 就是給同行review的 有這個文章的話 我想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剛剛彭恩師還講到說 福島事件 你去兩次 對他們現在傷亡情形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不好 福島事故的 就是福島事件 這個文章方面 沒有人因為荒涉性致死 他是有兩個人 在這個 就是這個水 上面就是淹死了 淹死了兩個 就是 他最高的幾量 是700多個好西服 這700多個好西服呢 主要是这个点 点一三一 比起点的这个同位硕 它当时估计不周 但是我刚才说的 到一千好西斧来肯定有效应 七百多的好西斧 是能体是本身讲一下 一般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它没有 就没有因为 好色性致死的人 就这个 最大的剂量是七百多的好西斧 这个结论呢 我觉得应该是 是刻光的 因为这个是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日本人 这个 发表的东西 有这个其他人 这个发表的东西 刚才你们有没有注意 有一个说明 就是排行量 很大 就是这个 存一百 到五百个 皮 贝克 这些差异很大 但是 你们也注意 切尔罗贝利的手末 就是一国手 他为什么一国手呢 切尔罗贝利呢 其他的人没办法 他这个知道他那个里面的 那些 那些 那些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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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所以最后呢 就是等于 俄罗斯 他发表的一个售目 那就是这个售 这个为什么有这么一个万维呢 他有好多人 他在估计啊 他找无一切 他就可以估计 所以我当时讨论这个事件 然后 我是不太赞成这个信赖 估计万维那么大 我觉得这个根据信赖发表的 数据应该可以跟这一点 就是不应该那么大一个万维 但是最后 这个大家说 你没有理由 说他那个数据就不对 所以最后 还是把那个万维 拉得比较大 拉得比较大 这个在某种程度 说明这个 这个结果还应该是 相对讲起来 比较刻刚 但是 他往海洋里面 排行的那些数据 是不是这个完全公布了 我也表示有点怀疑 就是海洋里 它有一些那些 虽然它本身可能就没很好的测 在那个时候也无法测 它虽然是一个估计 但现在讲起来 它都可以很好的测 当时讲起来也是 就是这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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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其他 今天我真的是从港大 中央港来 想 我实际上还 一直想学学这个 这方面的内容 你说那辅导呢 我还真去了 我这个夏天我也去了 还是很厉害 而且呢 现在不单止 它现在的还是很厉害 它现在封闭的那几罐水 都是个电视炸弹 那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以后再来一个什么东西 它再给它冲破了 那是 是很厉害的东西 好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我完全不是这个科学家 我完全分享一些 所谓的一些理念 开阔一些思想 大家看看对不对 好了 说到这核能源 很好 很有效益 参生了很多东西 很有经济性 这个我都不反对 巨大的电源 巨大的经济效益 这个我都不反对 但是呢 跟得下来呢 但是人类不可控制它 没法控制它 没法控制它 我们还要去用它 可能会有问题 我跟你说 好了 我们说那边 或者说这里的 福岛 你说的呢 你就会想到 哦 是 Tunani 是那个 那个海啸造成的 但是这两件事情 发生之前 我们都根本就 不会知道 它为什么会要发生 海啸那么多年 我们也不知道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沿着 我们沿海 都不会有海啸 但下一个发生呢 可能不一定是海啸哦 但可能还有 那么其他的事件 在还有 你华冰船不知道 我肯定也不知道 你没有 一直你说的 全部那些原因 哎呀我们这都安全 都安全的 一核不安全 核它肯定要爆发 已经爆发了两次 你再说也说不过去了 二 你前面的原因 不能说明后面的原因 再要爆发 你明白了吗 我们说的 你这个就是常态 不出事故的时候 安全的 OK 我也接受 但是它出事故的时候 它会把人类给毁灭 我就简单说一个道理 福岛 假如发生了 大洋湾 大洋湾出过事故 OK 大洋湾已经出过事故 刚才说的 你们说的那些呢 它都是这么一个国家 有巨大经济力 它尽量的封闭它 不给你知道是要的 我们赶包 这个日本福岛 很多消息 它也给封闭起来 它根本不想 给外面知道 你这个事故 一出的大洋湾 你想想 你太多的能源 太多的效益 太多的经济 效益 这个人类 上千年在这里 激了一个人类活动 人类人类会 一下子没有的 你没法控制的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概念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因此文科学家 在研究科学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可能也要开拓视野 科学当然是 具实的研究 怎么安全的办法 但是有些自然力量 我们科学是 管不了的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知道那边是一个爆炸 这边是一个出南米 OK 这边是一个海啸 为什么 五十年前 或者十年前 我们不知道 出南米海啸 会导致核事故呢 你说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呢 下面一个 可能不是出南米 你明白吗 一个我一劈下去 OK 一个雷劈下去 把你的打爆了 或者有一个超自然的 你根本不知道 不是 我跟你说的一个 都很简单概念 当然是要 注意核安全 但是呢 我们也要确实要注意到 我们的能力 这要讲经济呢 我就有一大堆可以讲了 实际上也是一个选择问题 我再讲日本的经验 福岛 福岛 日本的国家 它是30 接近40%的电 是核电 这个福岛出事了 都全日本全同的核电 发现这个国家没缺电了 这什么意思 因为所有我们需要核电的 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寄留利益 实际上要赚快钱 要有利益 它根本就不 它都夸大了 夸大了 要核电 哎呀我这个有环境啊 这个 不公布安那等等 日本是 那都是40%没电 都突然开完图了 它不缺电 当然它要大家要检业电 你是说明了 现在我们正好 我们的中广委的中广河正在这的上市 我也知道 看来国家国发展委 又开始启动了四个远海变账又开始建了 对不起 我现在是提问过程 不是辩论过程 就不是一个辩论会 那个潘先生有没有要说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刚才潘先生也讲了 就像你说的 如果需要这个电 如果是从煤来的话 因为你总有一个发电的过程 所以从煤来的话 辐射也是很大的 而且采煤的过程中 也会死很多人 那么算的时候 应该把所有的都加起来一起算 然后影响 对社会整体的影响 那我想让潘彦史来 因为今天主讲是潘彦史 就是 这个 护导这个事故 据我知道 应该说 他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当时没有能提 但是日本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日本它非常明确的征守规矩 它当时辅导的那些 按照这个标准讲起来 它都是符合的 但是当时是有人提过 就是海啸的危险 这个事没有完全引起拘役 而且说的很具体 就是海啸正经到过哪个地方 但是他们当时就认为 就是它那些东西都符合这个标准 所以没有这个 所以这个 有一些事 我是感觉 你要是完全一个 没有说有的说 这个原事 这个原事 打到你的上面怎么样 好了 那这种事呢 你要真正化身 对方的单纹就问题就比较大 好了 好了 现在就是 切尔诺贝利也好 包括这个沪岛也好 我刚才说了 它不是贺报 好了 它是这个 切尔诺贝利是这个 施墨 南辆施放 寒程的爆炸 这施墨呆 到现在为止 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好了 就是 而沪岛呢 它是这个 轻爆 这轻爆呢 我们现在 应该说 也有采取了 过程关于的这个措施 网址这个轻爆 好了 当然 现在学业也不能说 现在所有的 这个因素 我都考虑到了 那不好说 但是至少说 现在 我们已经认识了 而且不得的 在研究 这个贺电 对原来 应该又安全 多了 好了 但是即使这样 国内说了 那个 那个 辅导 它没有死人 辅射 就是辅导 辅导 辅射没有死人 就是 但它也 它影响地球是 影响了 这个 经济少命力 甚至很大 它是玩劲少命的 你说的那个 那个灰雪 灰雪量 地球是比较大 二十万里方米 但是 这个 灰雪 应该控制 还是可以 现在现代的技术 应该是控制它 没有问题的 就是这个 所以 这个危险 反正也得比较 也得比较 就是 所以不同的意见 就是这个 应该在讨论里面 可以启发 这赫兰地的 这个 更好的 改进这个案件 所以前两个月 不是这个 我们的 正线 军门开了一个 关于这个 赫兰地 这个讨论会 就正线 就正线 举系举持 当时 他们 有关的 同志就找我 说你 是否推荐一个 反客的 能参加 后来我就 推荐了 这个火车小同志 就他参加这个会 他应该是 在最后面 他现在 你们可能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火车小同在 在大楼这里讲 还是一个 主要反对 他现在 这个 已经 调子已经比较低了 就是说 他并不反对 核电 但是反对 这个 核电 拔幼境 就是这个 不要搞得太快 所以 现在 真正讲一下 学业不能说 这个 就是 戒队不能 发生事故 但是这个 发生事故呢 应该 它是有比较的 这个比较 它实力能多呢 还是这个 没 这个实力能多 现在讲起来 这个没 实力能 要比这个核 要多得多 不是多几个 多 一个数量级也不止 要多两个数量级 甚至三个数量级 就现在来说 就真正的 就是具体的实力能 这个之前还没有 剩他那个 排队的游戏雨 就好像性交 它就比这个核 要高了 几个数量级 我不知道 这个答案很难 说清楚 我想给机会 别的朋友提问题 还有没有什么 别的 那边 拿你的麦克风 我是陈大 就是读物理系的学生 我就想 就是教授 也是你刚才讲了 这么多关于 这个辐射性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关于生活中 你比如有很多手机 还有这种 WiFi这种热点 这些东西 其实我感觉就是 我觉得肯定是 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但是现在基本上 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来规范 你就说 我的手机的 大概这种 辐射是多大多强 然后或者是 你的WiFi 是多远 是符合一种 这种标准 或者是多大的密度 还有这些东西 我感觉都没一个 具体的标准 我觉得这个 这个危害系 反而在生活中 是更大一些 我想您对这种问题 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电磁辐射 现在 它的研究的深度 应该的确 不如电力辐射 但是现在应该说 也有相当的研究 也有相应的标准 也有相应的标准 好了 现在这个 应该说存在 存在有一些东西 不完全符合 现在标准的情况 但是这个手机 我倒没有决门的 就是研究过这个问题 但是就是说这个 就是非电力辐射的影响 是存在的 它的研究的深度 应该说远不如电力辐射 但是它显然 就是产生的这个危害 到现在为止 有过一些调查报告 但是不得很多 国际上面有一个电力辐射 非电力辐射委员会 它推荐了一些标准 大陆我知道 也采用了 基本上采用了这些标准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OK 如果没有 那就让我们再次感谢 潘苑士的报告 然后我们请郭校长 给潘苑士分发一个小小的纪念品 下来 下来